Hello 大家好 我是芒果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 我的旅行化妆包里都有什么 这次给大家分享呢主要是我前两天去内蒙补完了十天 然后我的化妆包里有我跟我妈两个人十天的护肤品和化妆品 如果大家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就先从护肤品开始说起吧 首先呢是一个分装瓶带的爽肤水 这个里面呢装的是局正宗的那一款 大家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一罐啦 这个在微博上还蛮火的 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二罐了 第一罐也暂时上时就用完了 我特别喜欢它那种就是有一点酒味的那种 酒的那种甜味跟香味 接下来是一个保湿精华 保湿精华我带的是这一款 Timeless的玻尿酸精华 然后就只有一个底了 你看到吗 它是那种它是低管的嘛 然后你把它挤出来是水状的 然后抹在脸上很清爽 后续的护肤也会就是吸收的比较快 我这次带的不是一个面霜 是一个眼霜 这个是我在泰国的时候买的 泰国的boots的那个免税店买的 然后这个用来当眼霜 我觉得滋润度好像太弱了 然后我就把它转移成了面霜 而且我当时带了好几款这个 然后用下来不是特别喜欢 我就想当成面霜以后赶紧把它用完 然后我的脸颊这边是偏干的 虽然T恤偏油 但是脸颊是偏干的 所以我用这个的话保湿效果还蛮好的 我去内蒙古那边就是比较干嘛 然后也没有说 就有轻微在嘴角有一点点掉皮 然后很快就好了 也不会焖痘什么的 可能我用下来也没有长鼻孔什么的 头发的部分呢 我是自己带了洗发素和护发素 好像买了这种分装的小瓶子 然后这种是那种硅胶的 这种就还蛮方便的 然后这个一个是50毫升 就完全够用了 我跟我妈两个人 然后我是隔一天洗一次头 它是可能隔个两三天才洗洗一次头 然后我们这十天就用这么一小瓶就够了 这个是欧莱雅的那一块 欧莱雅的那个红盖子的精油 然后我用的那一款是玻璃瓶子的嘛 所以外出其来真的很不方便 然后我就只剩一点点 我也是把它放在这种分装的小瓶子里 Soft stone就是涂液下的 有止汗跟除臭的功效 止汗我觉得还好 但是它涂了它以后 液下确实不会有味道 但是你知道内蒙古其实最近已经很冷了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怎么用 今天今天我是找韩国代购买的 然后具体的型号我打在屏幕下方吗 因为我现在不记得了 这个小罐的奥迪的隐形眼镜护理液 这个是多少 120毫升 这个东西不能戴上飞机吧应该 你们记得要把它放在托育行李里面 然后我每次是会放 就是戴上隐形眼镜以后 再把这个东西挤在这个盒里 倒在盒里一点 这样的话我如果临时有什么急事 需要取眼镜 然后把眼镜取下来以后 这里面刚好就有 所以也不需要再掏它 就还蛮方便的 我带了一个这种免洗的洗手液 在飞机火车上用都比较方便 然后有的宾馆它也是没有洗手液的 所以比较需要这种小东西啦 这个是微录式的 我刚刚视频都录完了 然后坐在电脑前面进去 发现我录的化妆品的部分呢 没有录进去 首先从底妆开始 从防晒开始说吧 防晒我带的面部防晒是这一款 索菲娜的白蕾丝 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这个 我之前都用的是索菲娜的这款的蓝色 然后蓝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用 就是很清爽 然后不泛白好吸收 防晒系续也蛮高的 这个是SPF 所以是PA三个价 那我最近的话可能随着年龄一点一点变大 然后我的这个脸颊还有眼下这边都是比较干的 用这一款呢 它在防晒的同时还有一点滋润的效果 就是还蛮保湿的 然后同样也是沉膜非常快 防晒力度也很不错 几乎完全不泛白 所以强推这一款 价格也很便宜 100块钱以下吧 我记得是90左右 身体防晒呢 我带的是这个Banana Boat 香蕉船的这一款 这个是含有芦荟的 所以应该还有点正经的效果吧 这个是SPF50PA三个价 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乳状的 借出来看一下 比较乳状的 不像那个暗来晒 这个是比较清爽的 因为它毕了我的年纪 我的底妆步骤真的超级简单 我就是剪的体积最小的袋 先是这个索菲娜的控油妆前乳 这个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然后这一罐也是快用完了 我以为我这次出去玩能把它用完 结果还剩一些 我每次的用量很少 只用在鼻子周围还有额头这里 这下我用的是德仙的这一支 Cover Perfection Tip Concealer 我是把它涂在脸颊这两边 然后鼻子这里有一点泛红 还有嘴角有一点暗沉 它遮盖力还蛮强的 哦对了这个色号是1.5 遮盖力还蛮强的 但是对我来说有一点干了 我是用这种海绵蛋 果冻的海绵蛋来上它 这个是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吧 我到时候打在平均下方好了 还蛮好用的 30多块钱吧 一大包有十几二十多个吧 用完就真的还蛮划算的 上完遮瑕以后 不会上粉底什么的 我就直接盖一层梗饼 这个是Eglips的 就是Pony推荐的这一款 长这样 还带一个小镜子 然后它这个粉铺也还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色号是23号 眉毛呢我用到的是 The Face Shop的这一款 Design My Eyebrow 这个也是砍刀型的 然后另一头是眉梳 这个色号是05 Dark Grey 眉毛之后呢是鼻影 鼻影我用的是Cake的这个三色眉粉 色号是5号 我一般是混合下面两个 用来画鼻影 然后眼睛的部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首先用到的是这个BIA的 The Last Auto Gel Eyeliner 值得因为可能是我选的色号的原因 我选的是一个浅棕色 看出来是这样的 它作为眼线来说有一点太没有存在感了 所以我就会把它涂在双眼皮折泪 然后再用手指一开 就类似于把它装成眼影笔再用吧 再会用一个这个花娜小姐的眼线胶笔 这个是深棕色 然后它是带闪的深棕色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这个BECA的高光粉 色号是OPPO 你们看这个比较小 是因为它是一个套装里面拆出来的 然后打开是这样的 就大家都说BECA的高光好用啊 然后我就很心动嘛 但是就是买回来之后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色号的原因还是什么 就很显毛孔 毕竟花钱买了嘛 然后又不能不用 就我就会把它用来做眼部的提亮 就把它上在上眼皮的中间 还有眼角 还有这个卧颤做打亮 它的粉质确实是非常细腻 接下来是睫毛的部分 睫毛呢我带的是这个乌记的这个 非常好用 就是比那个配应的 就是网上大家也说那个配应的跟这个好用嘛 那个我也买了 但是这个比那个不知道好用多少倍 那个在我的睫毛上就完全没有效果 这个就是真的能让我的睫毛一飞冲天的那种 强推这个 睫毛膏我用的是美宝莲的这一款蓝胖子 名字叫The Rocket Volume Express 这个 这个其实有一点结块 但是它真的会让你的睫毛变得又粗又长 我一般会用这个眉笔的眉梳这一头 再把它就是梳开一点 唇部的话我带了三支产品 一个是润唇膏 这个是Badger Bay 喜欢的 味道是Pink Grapefruit 这个西柚味的 然后它的质地是那种很润的 然后也很好涂 它家还有一个带可可纸的那一个是 我觉得不好用 那个有点太硬了 然后如果你们要去北方旅游的话 一定一定要带润唇膏 不然真的干到没法活 然后还带了一个这个Canmake的唇膏 这个色号是C01 这样 上嘴唇很好看 然后Canmake家的唇膏都是 偏润一点的 如果你上完润唇膏直接上这个的话 会有点不显色 所以我一般会把润唇膏擦掉 然后再上这个 还带了一支就是梦妆的16号唇膏笔 你们在我手背上看试色啊 就觉得是一个那种豆沙红色 但是在我嘴唇上就是橘红色 你知道吗 就完全跟豆沙没关系 就是偏橘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经过一个月差不多的磨合 我觉得 现在看习惯也觉得还蛮好看的 我一开始嫌它颜色太重了 我还带了一个这个DUP的双眼皮条 这个忘记说了 双眼皮贴 它是双面的那种 最后还带了这一支爱里小巫的这个双头修容笔 然后它是一头是修容一头是高光 但是我几乎就只用修容的这一头 它真的超级好推开 我带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需要用刷子 或者用它做鼻影的话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就是偏黄了 所以我一般还是用Kate的眉粉来做鼻影 给大家看一下我出门 是带这样两个化妆包 一个是比较大的这种 会就是护肤品啊洗漱品啊 这一个呢就带一些眼线笔啊 然后还有洗手液啊 这样这样的小东西 放在这个小包包里面 这个是在大创上买的 这个是在淘宝买的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部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bye